等待平面的媒體 然後再進一步的來幫忙瞭解 結果一上來 手拼打著王盛偉就敲出安打 怎麼這樣 哇 閃掉 這個對於王毅戰來說 就比較麻煩了 對 這一球打出去 哇 森豪爾的狀況真的是太好了 而且這一支長打 先帶一分打點 連續18場比賽有安打 這個都已經有 因為今天的先發投手是范米特 才說他這個連敗期間 緣故率不高 這一球還是穿越的安打 兩分打點 這可能要喊個暫停 等於前四棒通通上了 等於前四棒通通上了 這個球 打高了 但這樣子有守備的機會 中外野手 中外野手 掌握住 對 面對 強力 中炮 中外野手 棒子都斷了 不過是一個double play的機會 一個6-43的雙殺 手臂出現 化解了漢將的攻勢 不過守局他就給范米特三分應援 超標的 反向攻擊 不過打得比較強 找到了葉竹萱的管區 遭到了接殺 沒錯 直接進攻 打穿了 是一支安打 這場比賽 樂天的第一支安打 所以我今天擔任先發的偶像的偶像 郭勇為呢 來 敲出 對 比較全能 不過這個球有點被擠到 打高了 所以中間方向的這個飛球 對 遭到的接殺 郭勇為還要回一雷 這個球反方向啊 但是距離夠不夠啊 再推啊 再追啊 看著球 後面 兩分炮 小胖 所以在一局 樂天呢 立刻就也有回應啊 不過現場好像飄起了小雨 希望不要影響 又讓人怕怕的 再看一下 這個標馬球掉下來 被小胖給 這個仰角打得夠高 也剛好距離夠 但這球沒有打好 要看誰來接 王勝偉來接 最後 一直向後仰 接得有點驚險 三人出局結束這個半局 不過靠著林鴻鈺 一棒兩分 全雷打 所以 雙方回到一分的差距 這怎麼會是打 打跑之類的戰勝 真的是 保送上了呀 這場比賽 王英正所投出來了 第二次的四壞球保送 喔唷 只有這個球平非安打了 林一全的安打 現在是無恩出局 一二六人 哇 這樣的情況 又跟手局類似 手打 哇 安打來了 那這一隻安打 被擋下來啊 沒有要直接衝本雷 新元旭 這個手打 喔唷 出安打 這個是一個安打 先打回一分 沒錯 下一棒是王勝偉 而且還是無人出局滿雷 那對於王英正來說 就麻煩在 他球數是領先的 打出去外野的飛球 這個應該距離是 高飛先生打沒有問題了 對 再帶一分打點 而且遠到 連二壘上的跑者 也可以再推進一個壘包 王勝偉 副幫我們再添一分 對 喔唷 結果這一下 屈前 回身啊 抓一類往二壘跑的跑者 出局 但是還是帶有一分打點 好 所以好好接受打高了 對 不過 遭到了 接上 結束了這個半局 但是富邦漢將大有收穫 又是一波攻勢 單局再進帳三分 現在變成6比2領先 27變成18點 多 拉掉 這就是徐靜陽厲害的地方 好 有點切到 但是會不會位置剛剛好呢 有辦法接嗎 喔唷 郭顏雯 真是被身耶 而且 手上是往下擺的方式 還是接住了這個 哇 今天張靜登回想說 為什麼我打什麼都會被接住 這球打出去 外野的飛球 哇 好遠喔 哇 留不住了 好遠喔 好遠喔 高國齡 在這個時候開轟了 揚春炮啊 這個又讓富邦漢將再添一分 而且這是他本季的第一轟出爐了 對 那就是會有點起伏 不是說我能夠連勝 那也不會連敗 這樣起起伏伏 先看游擊手 好遠喔 余德龍的 美肌 沒有問題 那也就形成了第三個出局數 待會回來繼續談 稍微休息一下 再飛喔 這個距離是不是要 哇 要再一次 他又出去了 HOME RUN 哇 結果 等於連著兩局啊 這個許俊揚都被富邦敲了全壘打 而且新元旭 本季的第三轟 哇 那真的八分的話 這一場的援護是過去 已經達到了 熟悉啦 那如果對戰比較頻繁的話 球路比較熟悉 就比較容易被設定 那新元旭剛剛這一轟呢 也是富邦對死的 第1900支全壘打 也是一個整數 達到了 看這個是專職富邦集團接 喔 選掉四塊球保送喔 想要去壓外側的位置 沒有投進去 摩到兩毫兩塊 外角的一個位置 還是選擇出棒 這個球呢 就定位 遭到了接殺 因為這個速度真的太快了 掉到了 這個引誘球 讓狀況不錯的王震堂呢 是揮棒落空遭到了三振 哇 打了一個平飛的安打 這個半局攻勢還是很多 那這也是聲浩瑋單場個人的 第二支安打 看起來是同樣的球入境 結果這一球 要看有沒有辦法接 落地還是一支安打 哇 那又要得分了 到底上的跑者回來得分 那范國城今天是三分的打點 對 喔 中間方向 不過有沒有手臂的機會 然後接住囉 這樣子是safe啊 這樣safe的話是安打的話 那帶一分打點啊 我以為有接到 看起來是safe 彈跳沒接到就落到後面去了 不過他如果接那個落地 然後馬上彈跳上來 那個還好 還算穩 還是有敲到地啦 對 這球找到遊擊的管區 傳進了就可以了 形成第三個出局數 結束了這個半局 但今天 互棒的攻勢蠻多的 這個半局又進帳三分 要頂多一個人投一局 唉唷 選到了四外球保送 而且歐洲人是從球數領先投到保送 所以 打出去一個外野的飛球啊 對 還是不好打的位置 應該已經伸手了 孫浩瑋說我來接 喔 跑了 也並沒有特別去看管 對 出棒 喔唷 又被攔下來了 但是有沒有辦法要比速度 再一次還是 補位的快 打出去 二壘的管區 接球之後穩穩傳 一壘就可以了 形成第三個出局數啊 所以三壘的這一場的李建勳 那李建勳雖然在昨天 十二局帶來這個 比較緊張的氛圍啊 好 一樣啊 手名搭著 這個是林辰飛棒子打斷 斷棒安打 那影響喔 可以 還是擋住了這個 被對方再見分的可能 嗯 今天有 有 八分的領先啊 可以 可以讓他 再來 磨練一下 對 樂天要去 思考的課題 變化球掉到揮棒落空三陣 對 尤其范比特啦 范比特的 應該少一個羅莉 但還不知道他會投到幾月 對 看報導應該是到九月 好 打高了 當然應該已經就定位了 三壘手 這會是一個再見皆殺 嗯 所以呢也結束了這一場比賽 在這個週間三連戰 來者不善 善者不來 富邦和將真的在桃園球場 就是硬邦邦的 三場交手呢 是拿下的 兩勝一合 那鏡頭看到最重要就是 范比特 現在真的就 很開心喔 得到了隊友 這麼大的一個應援 避免他吞下 這個九連敗 所以讓這個 比較不名譽的紀錄呢 是停在八場 那今天就可以拿到了 一場勝利 那我們先請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呢有賽後講評